今日是7月29号 也是农历的7月1号了 我们安居又过一天了 现在剩下15日 2022年也是我们民国111 我们在台湾台东太马里 了解到整个宇宙星球当中 在我们人体揭开这个密码 就是透过我们的所有这些瓢领 也就是ATCG 我们如何将宇宙的密码 透过我们的DNA跟RNA 相对的也透过白镜法 我们如何从深入觉知觉知觉醒 佛法它简称就叫绝 这个绝就是佛 也是全世界就这一个甲骨文的繁体质 所以它的脑根代表什么 非常亘古不变的根 这个根就像树根一样 盘古开天辟地在我们人类自身里面 我们也感恩能够沾过去人文始祖 先用皇帝 不管从指南针 使针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这个念头 过去每一秒就是过去 未来下一秒都还是未知 现在都完全无法掌握 当下这一刻是完全可以改变我们的ATCG 这就是生命的起源 这就是生命的不可失忆 所以我们当下愿意相信就是阿弥陀佛 我们更创造奇迹透过贝多芬的这个交响曲 就是要如何让我们的身心里面的细胞跟细胞中间 有一个精度纬度完全交叉 就在一个地珠之王 也是代表你当下成就都是跟佛果 也就是我们法藏比丘 阿弥陀佛 他出家的法名就叫做法藏比丘 在无真念国王出家 跟着四珠在王如来 所以呢是志在王如来给以他的法名就是法藏比丘 所以我们今日所称呼的阿弥陀佛 也就是透过他的大臣 宝海泛志 所提供的 让我们知道呢 宇宙里面 暗夜 居然有 万佛 万法 如来 佛陀 都是一个代名词 我们更感恩在这一世当中 我们身为人类就是在老根 中华文化 在台湾 直光 我们也透过 人类从一趴当中所分出来的0.1的科学 0.1的医学 0.1的哲学 0.1的心理学 0.1的生理学 0.1的数学 0.1的物理学 0.1的化学 0.1的音乐学 0.1的科学 也就是整个寒瓜的心灵 代表佛陀给我们的就是分成 公巧民 一方民 英民 以民 代表宇宙的浩瀚 都完全在人体置身 所以这个书圣是我们完全了解之后呢 应用在人间 所以我们感恩 今日会重逢 能够了解到这个书圣 也希望我们透过呢 今日 觉醒的人类 无非就是 明白 世间 是幻象的波 这个栗子波 也代表在我们人类的IT CG 是一个DNA 快速的当下一句阿弥陀佛的转换 我们行住坐卧 我们从每天的生活的当中 让我们学习到 我们都来自灵性的自由自在 这就是阿弥陀佛 这就是佛陀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天堂极乐世界 居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我们也将人间显化的南瞻步周 瘦婆世界地球 开展出人间极乐世界 在台湾之光的这一道曙光 台东 太马里 地道曙光 有名佛事开展 将佛法如此的清净 让我们达到内心的平安 喜乐 再创生命的奇迹 如同华夏文明 张载告知我们的 真正为天地立心 无事的奉献服务 唤醒人人本具足的 不生不灭的灵性 为往圣祭绝血 从无始节来就这一次 开展出来 为万事开太平 所以他整个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圣祭绝血 为万事开太平 世界和平都在人心 感恩 这就是我们 今日能够将圆满的 接下来的功德 回向给所有 无边无际的法界众生 皆能够清静开悟 活得自由自在 拥有含勇以说佛世界 阿弥陀佛 十念放光 十念佛 感恩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